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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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Oi 萬聖節快要到老 小優他們的幼稚園每年都會去三峽老街 萬聖節流行 那去年的時候呢我幫他準備了 就是我們自己手做的 暴龍的衣服 然後配合一個我自己做的 乖乖桶包南瓜燈一樣的造型 今年啊本來想要提早幫他買的 結果 就是你知道爸媽都是很懶惰的 所以就搞搞搞搞搞的就摸到了 今天已經10月24號了 我到現在還沒有買他的 今年的萬聖節的服裝 所以等一下我們去街上 看看有沒有 可以買到象的衣服 那至於我要幫他辦的什麼東西呢 這個 我們等一下就知道喔 因為我們預定要做衣服 我覺得可能是沒有辦法有一套的 所以可能要用湊的 那我現在就是先去各個 有賣童裝的地方 先到處湊湊湊看 剛剛去了蠻多家的那個 童裝店跟服飾店都看了一下啊 啊服飾店有 類似的東西但是沒有這麼小的尺寸 那童裝店的話是根本就沒有這麼東西 不過剛剛去那個街頭那邊 有一間服飾店 然後說他們家沒有那麼小的衣服 不過他給我一個蠻有力的情報 就是在往靠三峽老街那個方向 有幾間可能有我要的類型的衣服的 紅裝店 要去看看喔 好我們剛剛現在晃了一圈 兩圈 三圈 總之呢 其實我的終極目標 是要找到五樣 可以組成那個 辦妝的樣子喔 其中有一樣我覺得 非常非常難找 所以暫時我把它先撇在 全圖在外 剩下的四樣當中呢 已經找到三樣 那其中最難最難的一樣 到底還沒有找到 所以等一下我試試看 先從網路上面 下手啊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要不要跑到板橋去 才有辦法找得到類似的東西喔 好剛剛上網的時候 終於找到了那個最關鍵 最麻煩的東西喔 那現在呢 我要帶小優老街 跟街上走走看看 剛剛我挑一些東西 然後它的size尺寸等等的東西 合不合 那就直接給它買下手囉 ok 對吧 好我們剛剛把 兩樣配件買到了 在同一家店裡面 還不錯 然後大家網路上面買到的那個 很重要的something 就三樣了 然後 等一下再去買第四樣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鞋子要再找找看 因為鞋子如果能夠真的找到很類似的 配色的話 其實就畫龍點金囉 那如果沒有買到的話 就 我在想想辦法吧 好我們剛剛把所有的東西都買到手了 但是鞋子的部分 因為顏色有點落差喔 所以我們稍微加工一下喔 看應該就差不多囉 這個是小優萬聖節裝扮的 要用鞋子喔 那不過呢 因為它是白色的 所以現在我要拔一部分啊 用這個油漆筆 那上完之後呢 大家再來猜猜看 假如今天到底要辦的是什麼東西喔 為了避免上次的時候會有些問題喔 所以我又準備了 紙膠袋來先把不要的 上的地方先想辦法遮掉 這個鞋子啊 它在兩邊 那個旁邊我這邊都已經 貼好了喔 所以等一下 用油漆筆在上色的時候 就比較安全 不會 弄到別的地方去 不過 它在這個地方 跟內側的位置都有 各一個圓圓白色的地方 那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不要塗到它就好了 所以我準備了那種更寬版的紙膠袋 就是 各一個圓然後把它 擋起來 OK 終於 搞第一個了 那另外這個的話呢 基本上按照影片來說 應該就是這樣 欸 這樣就OK了喔 所以兩隻鞋子 剛才黏起來的地方 都把它黏起來了 接下來呢 就是要把後面這個部分 上紅色 好 我們開始吧 好了 我們兩隻鞋子的 顏色都上好了 其實看到這樣子 大家都應該知道我們 小肉要辦的是什麼東西喔 那我們 先把它放乾 然後等一下再來看看 顏色的狀況怎麼樣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這樣搞 我也搞不清楚 這樣到底覺得不對 好 我們 先把它放乾 等到乾了再回來看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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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